第九百六十四集 神魔轮回绝 叶琛根本没有听说过 老者死死地盯着叶琛 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随后一直点出 一股强大的信息流 瞬间出现在叶琛的脑海 这一刻 叶琛完全被神魔轮回绝给震住了 这功法竟然能完美融合一切神王道 和法则之力 不光如此 吸收灵气的速度 也比任何功法快十倍不止 修炼到最后 挥手之间便是本源 神魔皆聚 世间竟然还有如此功法 惊喜之余的叶琛 连忙看向老者拱手道 多谢前辈 老者看着叶琛长叹一口气 小子 你不用谢我 我给你神魔轮回绝是义务 但是你想要彻底觉醒血脉 没那么容易 你现在应该在灵武大陆的西域吧 西域可以说是灵武大陆最弱的地方 你离那群人距离还很遥远 那群人短时间发现不了你的存在 但是终有一天 你会进入那群人的视线 如果那时候你没有彻底觉醒血脉 你会死 更不用妄图救下轮回墓地的百味大能 这一刻 叶琛仿佛世界观被打破 下意识到 难道还有比血灵族更强的存在 血灵族 老者呵呵一笑 你现在见到的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区区血灵族 你以为朕能困住那百味 血灵族背后还站着一尊庞然大物 从一开始 血灵族只不过是傀儡而已 这个庞然大物 哪怕神龙家族和圣龙家族的老祖都要忌惮呢 现在你可还敢对抗那个势力 此刻 老者饶有趣味地看着叶琛 仿佛在等待着叶琛放弃 在他眼里 就算有轮回血脉和神魔轮回绝 没有一颗坚定的心也无用 起料 下一秒 叶琛一步踏出 五条神王道涌动而出 冰冷的杀意和决心覆盖开来 虽然不知那个势力究竟是谁 但是我叶琛从无距异 哪怕他们是天上的神 我叶琛也要亲自踏上天宫 踏碎灵霄 将他们踩下轮回之道 此话一出 似乎是感受到了叶琛的滔天之意 轮回墓地摆坐墓碑震动 同时一道龙吟和兽吼响彻云霄 血龙虚影在苍雄浮现 披靡天下 小黄化身一头滔天巨兽 猙獰的獠牙 一蓝一红的瞳孔 焕发着石骨之意 微风凛凛到了极致 一龙一兽镇守在叶琛身边 这画面仿佛万神难敌 老者本来还对叶琛轻视几分 但是当他看到血龙和小黄 彻底不淡定了 心中竟然掀起了滔天巨浪 怎么可能 你身边竟然还有这两个家伙 你到底是什么人 他可是知道小黄和血龙背后的来历 如此血脉若是觉醒和复苏 整个灵武大陆必然震动 到时候 叶琛对上那个视力 也不是没有可能 老者的身影渐渐虚化 显然他本身凝聚的时间就有限制 此刻他只能强行压制住内心的震动 对叶琛道 小子 我再告诉你一件事 这件事无比重要 你想要觉醒血脉 光有神魔轮回绝还不够 这世间分布着石科和轮回目的本源一致的奇石 石科奇石被上古时代同样拥有一位轮回血脉的顶级强者 打造成了石块镇室之碑 名为轮回玄杯 轮回玄杯之上充斥着轮回血脉之力 你若是找到这石块轮回玄杯 彻底吸收 血脉必然觉醒 到时候 你才有资格对抗那些家伙 记住 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 找到那石块轮回玄杯 觉醒血脉 在没有觉醒血脉之前 千万不要和那个势力接触 千万不要 当你觉醒血脉那天 必然天地异象 万雄震动 万魔恐惧 久悠哀嚎 雷劫吞空 万古之年仅此一次 也就在那一天 那个势力会不惜一切代价将你扼杀 还有 那个势力叫 老者话还没说完 瞬间消散 叶辰眼睁睁地看着老者消失 却依然没有得到那个答案 他无奈地摇摇头 那个势力到底是什么 竟然让这么多强者忌惮 不过 眼下我的实力终究还是太低了 就算知道只会影响道心 还不如不知道 好在我有了神魔轮回绝 如果机缘不错 找到那十块轮回悬碑 说不定能成就无上之道 算了 回客栈修炼一番神魔轮回绝吧 叶辰的神魂回归本体 注视着四周 刚打算离开 却是突然看见了几个人 正是修虎兰等人 修虎兰这小子还没死呢 叶辰清晰的记得 兵器自爆的时候 他也往修虎兰那边 扔了几件混元仙器和神王器过去 没想到 没炸死他 反而只炸死了两个混元镜长老 既然你刚才在关键时刻偷袭我 那么 我正好还需要一些东西 就拿你虎刀阁先开刀了 叶辰结完账出了茶馆 跟在了修虎兰公子和刀疤长老的身后 以他现在的战力和秘术一般的强者 想要发现他难上加难 此刻街道上 修虎兰公子左臂被炸得血肉开裂 正在缓缓愈合之中 不住怒骂道 该死的畜生 命真他妈好 居然跑了 还想要炸死本公子 早知道之前那一件 就将全部兵器释放出去 哪怕杀不死也能拖住他 陆展元兴许能重创他 再配合独孤家的长老 估计已经击毙那小子 哪里还有后面阵亡十万执法者的事情啊 他一路骂骂咧咧地走着 身旁走过了不少执法者 天剑城是足以容纳上亿生灵的巨城 城内执法者过百万 不过最精锐的十万 已然让叶臣给覆灭了 其他八九十万执法者运作起来 倒是已经短时间内 平定了天剑城的骚乱 公子 这个小畜生实力有些古怪 咱们先别着急惹他 刀疤长老跟着修虎兰公子走走停停 绕过一条条街道和巷子 来到了一处披静的街道上 独孤家族那几位长老 相当于我们大长老这等水准的高人 都惨死在这小子手中了 可恨可叹哪 我们可得多加小心了 万一这畜生胆敢来偷袭我们 我们可顶不住啊 修虎兰公子一怒 山飞了一个路过的散修 深呼吸言道 这个小畜生活不了多久了 应该受了重伤 待会咱们回去和大长老交代之后 最好再出来联系几个门派 搜寻这小畜生的下落 找到这小畜生的下落 可得到一柄核道神器 并且不是我派那些特殊核道神器 能让我派增加一位核道神军呢 两人渐渐地来到一处光滑四溢的保护罩下 内部是一处别墅 胡刀阁的武者买了这柱别墅 便设置下了阵法 哪怕阵法不强 可也得合到神军猛攻才能破碎 这间隙 他们便可以通知独孤家族的支援 夜晚 独行客厮杀 独孤家族不管 但是来的小宗派 独孤家族还是会管的 就在这时 一道冰冷的声音突然响起 两位是想要杀我 我这人不喜欢威胁 既然你们对我产生了威胁 那我是不是该抹去 夜尘窥然间出现在两人身前 唇角展露出一抹笑容 犹如鬼魅一般 旋即手中诸神剑一划 一股寂灭剑气直奔到把长老而去 听到这声音 修虎兰和刀疤长老都懵了 全城都在搜寻这小子的身影 这小子不光没有跑 反而上门送死了 这是真的有恃无恐 不过 冰冷的剑气 瞬间让两人清醒 修虎兰公子转身就跑 夜尘连陆展元都能一刀斩杀 他一个神王镜家伙 顶什么用啊 半刀就没了 他连滚带爬的朝着保护罩冲去 同时取出令牌 想要进去 边上 那一道寂灭剑气 在半空中分化为三道 刀疤长老仅仅是挡住了两道 还有一道寂灭剑气 击中了他的肩膀 刀疤长老滚落在地上 胸口被冻穿 却是神色骇然言道 你的力量不对 那不是你的力量 刚才夜尘一刀可以斩杀混元九层天巅峰的陆展元 杀他仅仅是让他受轻伤 情况不对劲 很显然提升实力的丹药药效已过 这一刻刀疤长老倒是没有慌乱 反而嘴角出现一道冰冷的笑容 他很清楚 这小子不光没有能力提升实力了 而且必然还受了重伤 既然你实力不行 那我 刀疤长老正准备起来 却忽视自身的变化 他的生机竟然在急速流失 你竟然用寄灭 转瞬间 他仿佛从老头化作了一副白骨 紧接着 白骨化作一团鸡粉飘散开来 就像是死去百万年一般 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这位混员静六层天的内门长老 直接陨落在叶辰手中 这便是寂灭之道的恐怖 正等着你开启保护罩呢 干得不错 叶辰纵身一跃 抓着修虎兰公子 直接进入保护罩中 下一刻 原本开出的通道窥然消失 如此阵法 可以承受住河道镜五层天层次的战斗 正好合自己的心意 解决了这些家伙 至少要第二天才会被发现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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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